气象局针对台风轩兰诺发布了海警 而宜兰南方澳外海涌现了大浪 渔民是一大早就冒雨赶到港边 加强固定船只 就怕风浪会造成踩损 说到台风的影响 海产节也是一片空荡荡的 店家感受很深刻 另外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则紧急预警性的休闻 呼吁民众别上山 避免发生意外 南方澳外海大浪一波波打上岸 夹杂阵阵强风以及雨势 感受到宣兰诺的威胁 就怕有民众关浪发生危险 海巡人员加强巡逻 渔港内渔船早就进港避风浪 但一听到发布海警 渔民赶紧冒雨来到港边 用绳索加强固定船只 就怕台风造成踩损 方态工作加紧戒备 镜头一转来到海产街 整条道路空荡荡 看不见游客身影 店家开门做生意 也感受到风雨危险 台风轩兰诺来势汹汹汹 外围环流威力强大 台湾东北海域成为警戒区域 汐水盛地 乌石港也不见游客身影 不断涌现长浪 除了海边家常戒备 在山区部分 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也紧急宣布 2号中午过后预警性休元 宜兰县府也不敢大意 上午8点半灾害应病中心 二级开设 面对宣兰诺的威胁 全力准备 记者李柯燕一栏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柯燕一栏报道